好了 我们现在也继续用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然后我们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用在经文里面 然后我们的经文 现在是 4篇139篇16节 我未成行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于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了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何能宝贵 其数何得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上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人和你同在 这个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经文 这个经文讲道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计划 希望我们都欣赏 而且相信 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计划 现在我解续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讲道 首先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 未成行的体质 神已经看见了 神已经看见我在母腹里面 未成行 没有形状的 这个形体 神已经看到了 你所定的日子 这个你是神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日日 我没有度过一天 你都写在你的车上 每一天 每一天都写在你的车上 而且写的是什么呢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撒更多 就是说 神啊你的意念都是美好 都是很宝贵 树木很多 如果数点的话比海撒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人和你同在 这个去讲到 应该去讲到 我死了 然后复活的时候 人缘与你同在 这个计划 会去到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还有永生的 这个经文去讲到 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计划 好了 这个经文 我首先讲一讲这个恩典 然后讲这个法面的例子 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这是神已经在我们未成行的时候 在母亲的母妇里面的时候 神已经看见我们了 已经认识我们了 已经知道我们是谁 而且有句话已经写在 这个圣命册上已经写了 而且写的是美好的意念 其数何等众多很多美好的意念 树木很多很多比海沙更多 海沙有多少了 一同海沙 树木真是无数 整个海边的沙 真的树木无数 神给我们的意念 每天都很多很多 神在不停地祝福我们 不停地有祝福的意念 这个是神的恩典的预备 这个恩典是每一方面的 每一方面神都有预备的 神都创造我们有奇妙的计划 神给我们 每人都有本来生出来的长处的 每个人都有生出来的恩赐能力 每个人生出来 有些人喜欢画图画 这是他的神生来的恩赐 有些人喜欢唱歌 有些人喜欢煮饭 有些人喜欢观星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形象 都是神创造的 神创造人都有这种本性 而且有这个本性之后 神就安排我们到路 当我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这条路 如果我们听神的话 都是写得很好的 因为这里说 他的意念向我们何等宝贵 他写的不会说 你将来做乞丐 你什么都做不到 你将来读书又不好 做工又不好 神不会这样的 神所写的都是美好的 预备的都是美好 他预备给我们有足够的供应 足够的帮助 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恩赐 足够的支持 足够的帮助 但有些人说 我的生命没有啊 是因为我们没有领受神给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们信耶稣 马上开始爱神 尊重神 是否做神所吩咐我们做的 是否的意思不一定是 是否的意思不一定是 就是说 有些人以为就是 要做传导人 未必是这样的 任何帮助人的地方 帮助人的灵命 传福音 都是侍奉 鼓励人 跟爱主 也是侍奉 所有一切 我们尊重神的 都是侍奉 是荣耀神的 都是侍奉 所以我们 任何时间都爱神 侍奉神的话 神就 这个计划就成就了 神有最完美的计划 但很多人没有尊重神 没有进入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怎样成就了 在罗马书十二章 一至二节讲到 将身体线上 当作活计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察验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就能够进入神的旨意 但我们将身体线上 不要跟从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 心意被神更新改变 就能够开始查验 神的奇妙的计划 越跟从全 就越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也能够各方面接受训练 各方面操练自己 各方面学习 各方面去祝福人 帮助人 就越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神已经写好的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 刚才我所讲的是恩典 神已经写好 神已经写好 而且很多奇妙计划 很多奇妙的意念 这个我解释一下 什么意念 你们做父母的 对儿女会有不同的意念 他长大之后 我希望他读什么书 去哪一家学校 希望他学到什么 做到什么 你都会对他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时候 他做什么做得好 你都说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 将来能够做这个 做得更好 就是我们都想他 能够 进入这些奇妙的 他的有这个能力 我希望他将来能够 被神使用 这是父母对儿女 会有这些想法 这是儿女不听话 父母也会说 他不听话 那我怎样帮助他呢 怎样提升他的生命呢 怎样帮助他悔改呢 父母都会有这个信 但父母的意念的数目 远远不如神的意念 因为他的意念 是非常的多 比海撒更多 已经在我们生命中 其实我认识老师 你们这个老师 这个是有神的安排的 那一天 刚刚这个传道领袖 邀请我去他的教堂 然后我就在那里 教导 刚刚你们的老师 去到哪里 这是神安排的 但当时 这个老师也分享说 当时他对我没有兴趣 他说 他这么年纪大了 就说 这是 有什么特别呢 有什么 特别呢 但神多次对他说 他还是没有听 第三次对他说 他才听 然后就看到神 怎样赐给我的 圣灵的能力 也看到神 给我的教导 特别 这个就是神的安排 虽然他没有 起初就看到 神的安排 这个安排 后来就看到 越来越大了 这奇妙了 这是我们生命 每一个 我希望我们都相信 每一个都重要 每一个都可以发挥 你也可以发挥 你也可以发挥 每一个都可以发挥的 这是你听神的话 听父母的话 读书 做好应该做的 学习 我告诉你 我读书的时候 是非常努力的 非常努力的 我学的 读的书 都是读得很好 这个就是 我珍惜我的生命 我学没一样 我学弹琴也是 其实我学的时间 不多 一年 每个星期一次 但我学的 我后来很用心去 操练 然后神给我 不同的方法 怎样提升 我也进步 这样 不停的进步 这个就是我们 珍惜神给我们的计划 我希望你们这里 每一个都相信 神有奇妙计划 你能够走出你的困难 好了 这个是恩典 好了 反面例子是什么呢 很多人浪费他们生命 有些人信了主 还是浪费 他们不知道 他们生命的宝贵 很多人相信 这是魔鬼的话 魔鬼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用 你很蠢 你什么都做不到 这个是魔鬼的话 这不是神的话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意念 我没有用的话 这个是魔鬼的话 不要相信 然后 警告是什么呢 警告 当我们 没有发挥生命的话 我们犯罪 这个生命就被 被魔鬼 魔鬼偷窃 害鬼坏 整个生命就破坏了 所以我们知道 虽然神计划了 但不一定代表 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必定是我们 在身体线上 不要跟从这个世界 心意 被神更新改变 就能够改变了 好了 如何 我们看一看 我们生命里面 有多少拦阻 你记得 我们 我们 这个 拦阻 拦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懒惰 我们的负面 思想 情绪 觉得自己 没有用 被人 伤害 没有处理 这些都是 垃圾 在我们生命中的垃圾 我们需要处理 我们处理了 我们就能够 医好 这些问题 我们就能够 一步一步的 进步 能够进步 被神改变 我们也需要 主动的 做一些事情 就是 接受训练 亲近神 建立与神的关系 多祷告 被神改变 建立与神 亲密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 就一步一步的 提升 也看到什么人 他们有神的能力 我们就珍惜 有人 他们有很大的 恩赐 做事 很有能力 我们就跟他学习 留意他怎样做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有些学习 不需要有人教导我 我是看到人 看到人做得怎样好 我就 我就 问自己 他怎样做 为什么他做得这么好 我可以学习他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生命中 我珍惜每一个部分 所有的机会 也操练 也训练自己 其实有些时候 我训练别人 我自己更进步 我帮助别人 自己更进步 所以我鼓励 我们都去 说神 你为我预备的 我要珍惜 我 更珍惜的话 你给我的恩典 都要成全 你给我的恩典 是极大的 因为你已经写在写上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我见到神 我们见到神 本来写的 本来写的这么美好 你去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人去到 百分之九十 哇 非常好了 有些人去到百分之十 你说 哎呀 我本来这么美好的计划 在你 现在我犯罪 就不能进入这个 最美好的计划 有些人更可怜的 去到百分之一 啊 更可怜 而且有些人去离开了神 更可怜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去说 神啊 我要珍惜你的生命 我要珍惜你的生命 啊 神就喜悦了 神就帮助 神就提醒了 求神帮助我们 珍惜我们的生命 看到我们的恩赐 就尽力去处理生命 尽力进入神的 这个奇妙的计划 优优独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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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